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人民是否会接受这种新货币 狄克说 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将别无选择 只要你使这种新货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政府赋予他们完全的支持 他们将会和真正的钱一样通用 因为宪法授予国会发行和设定货币的价值的权利 林肯听了这个建议后 大喜过望 立刻让狄克筹划此事 这个识破天惊的办法 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 并付高额利息的惯例 这种新货币 使用绿色的图案 已区别于其他银行的货币 史称为绿币 这种新货币的独到之处在于 它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作为抵押 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 在内战期间 由于这种货币的发行 政府克服了在战争初期 严重缺乏货币的状况 极大和高效地调动了美国北方的各种资源 为最终战胜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同时 由于这种低成本的货币 依法成为北方银行的储蓄货币 北方银行的信贷得到大幅的扩张 军事工业 铁路建设 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 都得到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1848年以来的黄金大发现 使美国的金融逐渐摆脱了 完全被欧洲银行家控制的极端不利的局面 也正是由于有大量的优质货币作为信心基础 林肯的新币才能够广为人民所接受 为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 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础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 林肯发行的新币并没有造成类似于独立战争时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1861年内战爆发到1865年战争结束 整个北方的物价指数仅仅温和的从100增长到216 考虑到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的严重 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同等规模的战争相比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金融奇迹 相反南方也采用了纸币流通的方式 但效果呢真是天壤之别 南方物价指数在同期从100飙升到2776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 林肯政府一共发行了4.5亿美元的新货币 这种新的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 以至于林肯总统非常认真地考虑 要把这种无债货币的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 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 如果政府都不用向银行借钱而悍然自己发行货币 银行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将不复存在 银行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难怪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代表英国银行家的伦敦时报立刻发表声明 如果源于美国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的财政政策得到永久化 那么政府就可以没有成本地发行自己的货币 它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并且不再欠债 它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货币来发展商业 它将变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 世界上的优秀人才和所有的财富将涌向北美 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 否则它将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君主制国家 美国政府和纽约银行协会愤怒地表示将实施报复 1861年12月28日 他们宣布停止向林肯政府支付金属货币 纽约的一些银行还阻止了黄金储备者提取黄金 并宣布撤销用黄金购买政府债券的承诺 美国各地银行纷纷响应 他们跑到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出了变通的方案 建议仍然采取过去的做法 把高利息的债券卖给欧洲的银行家们 把美国政府的黄金存入到私人银行 作为信贷发放的储备 银行家好大发其财 美国政府向工业部门和人民征税去支持战争 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银行家们 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 他的政策深得敏心 美国人民踊跃购买了全部的债券 并根据法律把他们当作现金来使用 银行家们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他们发现国会发行林肯新币的法案中 并没有提到国债利息的支付是否使用黄金 于是和国会议员达成了一项妥协 即允许用林肯新币购买国债 但利息部分要用金币支付 这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第一步 先把美国国内的林肯新币和黄金的价值挂钩 而作为当时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系统的 欧洲银行家们 拥有远远多于美国的黄金货币 美国银行家和国会的妥协 使国际金融势力利用对美国黄金进出口总量的控制 间接地达到操纵美国货币价值的效果 在欧洲的国王们 于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 向美洲大量派兵准备分裂美国的最危险的时刻 林肯立刻想到了欧洲君主们的宿敌俄国 林肯派出特使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事求救 当沙皇收到林肯的信 他并没有立刻打开 只是在手上颠了颠 然后说道 在我打开这封信 或知道他的内容之前 我将事先同意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沙皇准备军事介入美国内战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纯亡齿寒的担忧 在亚历山大二事时期 横扫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已经扣响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 银行家们强烈地要求 比照欧洲先进金融国家的经验 成立私有的中央银行 沙皇早已瞧破了其中的秘密 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当看到岌岌可危的 另一个反对国际金融势力的 林肯总统陷入到危险境地时 亚历山大二事如不出手相助 只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另一个原因是 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 1861年3月3日 亚历山大二事宣布 解放农奴法律 在废除奴隶制方面 双方有些同仇敌忾 惺惺相惜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俄国刚在1856年 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中 败于英法之首 亚历山大二事学耻之心未敏 未经宣战 俄国的舰队在 李维斯基将军的率领下 在1863年9月24日 开进了纽约港 波波夫将军所统领的俄国太平洋舰队 在10月12日到达旧金山 对于俄国的行为 基丁威尔士评论道 他们是在南方正处于高潮 而北方处于低潮时来到的 他们的出现 造成了英国和法国的犹豫不决 最终给林肯扭转局面 赢得了时间 内战结束后 为了支付俄国舰队 总计720万美元的费用 美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宪法没有授权总统 支付外国政府的战争费用 当时的总统约翰逊 与俄国达成了 以购买俄国阿拉斯加的土地 来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称为 西华德的蠢事 西华德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人们强烈批评 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 买当时看起来一文不值的荒例 由于同样的原因 亚历山大二世在1867年被行刺 但没有成功 1881年3月1日 亚历山大二世终于还是死于刺客之手 德国的铁血首相比斯曼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 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 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 当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 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 统一了南方之后 立刻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付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 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们损失惨重 为了报复林肯 更是为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 他们纠集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 严密策划了刺杀行动 最后发现 只派几个行刺的狂热分子 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林肯行刺后 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 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 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4亿美元 1972年 有人问美国财政部 林肯发行的4.5亿美元的新币到底节省了多少利息 经过认真的计算 几个星期之后 财政部的回答是 因为林肯发行美国政府自己的货币 一共为美国政府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 美国的南北战争 从根本上来看 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 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 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 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 这个金融制高点上 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 前后 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 多为国会的议员丧命 直至1913年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系统成立 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诚如比兹麦所言 林肯德斯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 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 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 我担心外国银行家 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 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 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